妳好像平常不怎麼跳舞 哪有 我常常在跳呢 感覺 感覺沒有 感覺真的在跳過 我很認真跳 幹嘛講 所以妳學這個工作學了多久 沒有 我其實就是看 然後模仿 然後跟著音樂 所以我覺得就是唱首歌就是自由發揮 跟著音樂走 自然就好 然後因為中間有一段就是 就是投殺遮住臉 那個就是可以 可以那個展現妳的 曖昧的 然後 表情比較多 對 這MV裡面就非常 非常 就是這個部分比較長的話 這MV其實隨性的比較多 隨性的跳比較多 可是我記得我們在 在錄製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有去 我自己有去一個印度的Bar 就是全部都是印度人 打那個鼓 因為一般鼓的棍子是 是直的嘛 但我們 它用的是這樣一個 七型的鼓 一個七型 所以它那個聲音是很震撼的 然後 欸 我們要講什麼 妳要問我什麼 喔 舞蹈 舞蹈部分 忘記了 舞蹈的部分 其實因為 有時候是鏡頭的關係 所以他們就是 只是要做一些手勢 然後其實印度舞的風格 它其實會用肩膀比較多 所以男生女生他們都會 做這種動作 女生當然 這個比較男生啦 男生的動作 可是可能女生就會那種 那種 頭部有沒有 所以 可能手要比較軟 然後要 身體要 其實就是跟著音樂 沒有太多的技巧 這首歌曲叫神奇 嗯 所以妳覺得在妳生命中 到現在為止 不管是工作還是生活 最神奇的三件事是什麼 最神奇的事情 我覺得 當母親也是一個 很神奇的一個過程 從懷孕到 生子到 你的人生改變 其實是 是一個很難想像的一個過程 所以 就是媽媽都有那個 神奇的一個這種經驗 神奇的